攻心界2正在而不 最终 元月为了找到姐姐 被情心思挟进攻 而安空中十分险恶 元月在牢狱中解架了甘荣千 两人承认无话不说 吸引不离的好姐妹 不过 这段好姐妹的结局 跟大多数宫斗剧的结局也没什么区别 最后两人也因为种种原因感情破裂了 这些美貌过人的郑存希一进攻 就得到了李隆基的宠爱 很快怀上了李隆基的骨肉 多年无子的王珍 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 便想方设法 想要害死郑存希 于是 她命干入迁 放了一把火 想要烧死郑存希 但她往往没想到 元月出手就想了郑存希 这也阴差阳错 让元月找到了自己的姐姐 其实 元月在救助郑存希的时候 就发现了 她身上和姐姐一模一样的猜戒 两人终于相认 但与本满心关系的元月 之因此陷入了两难中 因为她知道 郑存希和王珍正处于敌对状态 自己不管帮助每一方 另外一方都要受伤 无奈之下 元月只好选择自己的姐姐 帮助她对抗王珍 元月为了帮姐姐追溯真凶 找出了各种证据 逾王珍认罪 手足无措的王珍 只好让甘若先替自己订罪 就这样 可怜的甘若先被打入了大牢 最后被酷刑打死了 得知消息的任三术 跑去质问元月 问元月为什么这么狠心 让甘若先认罪 你们俩不是好解密吗 连日痛苦不已 贵人请求她的原谅 因为甘若亲的死 是她最不想看到的 但甘若亲的死 跟自己脱不了安心 不少网友表示 这就是宫中的残忍 受阻断相残 更何况只是做了解密情呢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还是太残忍了 当了姐姐是害了朋友 你怎么看呢 这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